5G时代的到来将会对未来社会构建一个智能世界 为了赶上脚步 我国政府极力推荐国家工业改革4.0政策 以便让大马实现国家数码化 目前政府已经在国内多个地方展开5G测试 甚至是举行5G展示活动 让大马成为亚洲其中一个落实5G网络的先驱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郭边信表示 大马需要推动技术发展 因此必须要积极看待5G技术的落实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技术和标准负责人 阿曼 Nasrutin表示5G网络将更加快速 并且支持各种新的应用 无论是教育,医疗保健,交通,農業甚至是娱乐 5G几乎对每个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我国需要做好准备 并且有信心让大马成为使用5G技术的先驱 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